然后我们继续把这个代码呢,我复出来一个 注意啊,我们的写的说往往是不是用这个A标签啊 A标签等于什么警号,然后斜杠什么login这个对吧 注意啊,你会发现每一个是不是都需要加警号斜杠什么什么值 对吧,那注意啊,我们这个vue-router这个组件呢 给我们也提供了另外的一个比较好用的东西 啊,啥意思呢?你不要自己写A标签了 哎,不要写了,不要写了,不要写了,干啥呢? 他给你封装了一个组件 这个组件的名字叫什么呢?就router-link 对,router-link 来,我们写一个简单里了 哎哟,还是哎哟,里边说不写A标签啊,用什么呢?用router-link啊,来注意 router-link OK,能看到吧?然后呢,你说我原来A标签的时候,我是不是有那个hub之类就是那个路由挑战的呀 好了,那么这个地方怎么用呢?注意,不用写那个什么hub了,直接写一个to 等于,就去哪儿嘛 能听见吗?然后呢,在写这个地址的时候呢,也不需要加紧号了,直接写你的地址,比如我写一个login 就把事了,能看到吗?当然,这个地方依然是写的名字,就登录 OK,能不能理解?好,同样道理,复制复制 然后这里边叫什么呢?叫reg,对吧?然后这个呢,也改一下 叫注册,对吧?好,这个呢,咱就不要了,行吧? OK,保持一下,可以吧?那这个时候呢,就用什么呢?用router-gang-link替换了谁啊?你那个A标签,就这么简单,没了 好,来,别着急,来,注意啊,刷新一下,来,点,没问题吧,点,是不是也没问题啊?然后注意啊,这个router-gang-link呢,他给你做了什么事情呢? 他其实说白了,也把你那个router-gang-link自动的给你转换成什么了?转换成了A标签 能看到吗?你说还不如直接用A标签呢,是吧? 稍打几个字,是吧?可以,可以啊,但是呢,注意啊,因为,注意啊,我没用的时候呢,你会发现,诶,那确实还不如直接用A标签呢,是不是这意思啊? 但是呢,请注意啊,尽可能的情况下,还是用谁啊?这个router-gang-view就可以了,能理解吧? 这个router-gang-link就可以了,router-gang-link就可以了,ok,好了,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呢,就是,使用这个router-gang-link呢,它其实呢有一个比较好的好处啊,这个呢, 当然这个好处呢,其实也是,就是不算是什么好处了,这个地方,当我们点击时,标签内会自动帮我们添加class属性,而此时我们就可以利用class属性来定义样式,就是你一点击,它就给你自动添加这么一个属性,这个属性的名字是不可以变的, 那里吧,所以呢,你就可以利用它啊,来去做一些东西,你比如说这个地方,看这,这个class是不空的呀,我点了啊,我一点,来,看到没,看到了吗?注意啊,看到了没? 有好多啊,不,这不是有很长啊,这有好,这有两,一个叫router-link-excite-active,一个叫router-link-active,能看到吗?它只,就和那个vue的动画效果是一样的,它只负责帮你替换class的名字,到底能干啥呢?那是你自己的事情,能理解吧? 就比如,我们原来的时候呢,有这样的啊,来看这,我这个样子,来一个stv-ln,好,干啥呢?我干这么一点事情,点上,我复着去,就这个啊,我们一喜欢用这个,因为这个短一点,这个太长了,这个东西,然后呢,给它来一个backguard 然后几个后ccc,好,保存一下,OK,那这个时候注意啊,你会发现一个问题,发现什么问题呢?此时我们就轻轻松松的实现了一个效果,什么效果呢?你点谁,谁的背景变灰 看到了吗?看到了吗?谁现在已经被选入了,谁的背景变成灰色了,能不能看到?这就是所谓的这个效果吗? 能不能理解,它会帮你去加这个class属性,和删这个class属性,你点了谁,谁就有class属性,你不点,你又换成别的了,好了,别的就删掉了 能不能明白了?那具体到底实验的样子什么效果,那你自己写啊,但是呢,它会帮你做这件事情,如果你用ABS呢?你想实现这个效果呢? 怎么办呢?你必须得自己加实践了,对吧?能不能理解了?啊,OK,这就是我们使用router-link的一个好处,那同时还有一个问题呢,就是我们如果使用了router-link,那我们在独带完的时候呢,就非常的方便,非常的,我一看到这个router-link,我就知道,哦,这是一个啥?这是一个路由,你用了路由组件,对吧? 而你如果是ABS呢?那你就比较懵,哎,这到底是,对吧?是个朋友的ABS啊?还是怎么怎么的啊?是意思吧?能不能理解啊?啊,所以说呢,还是建议大家啊,尽可能的使用router-link,然后用to能理解吧?而不是使用ABS和half,能不能明白?啊,OK,一样的,好了,这是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啊,一个好处吧,算是 好处,算是结婚吗?一下啦,来吧,这个手马上说了的,我们做了吗? 谢谢观看